嗨大家好,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芯片的设计制造过程 以及在设计芯片过程中所需要的架构ARM 重点都放在核心处理器,也就是CPU的上面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并不被很多人所关注 但是在手机或者个人电脑中不可或缺的一类芯片,就是存储芯片 以及在存储芯片的领域有名的日韩之争 以及中国企业目前的竞争力 存储芯片作为信息存储的载体,可能并不像处理器 也就是CPU一样受到重点的关注,但它的作用绝对不容小觑 提到存储类芯片,我想很多人就会听过 比如内存啦,闪存啦,硬盘啦,等等诸多的概念 它们在一个手机或者个人电脑中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而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联,我想绝大多数人就一头雾水了 现在我就给大家来答疑解惑一下 内存在手机和电脑中都被叫做内存 在当前最为主流也最常见的内存叫做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我们在很多的文章或者新闻中看到每个公司 它是生产DRAM或者是non-flash芯片的 前面DRAM指的就是内存 与DRAM对应的就是SRAM就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SRAM我们一会再讲,我们先来讲一下闪存 闪存用的最多的就是non-flash 闪存和硬盘其实是一个作用,闪存在手机当中被称为闪存 在电脑当中被称为硬盘 我们现在用的越来越多的那种SSD的硬盘 也就是固态硬盘,是区别于之前的那种机械硬盘 就是HDD的形式 SSD硬盘用的就是non-flash,也就是用的是闪存 其实到了SSD阶段我觉得硬盘就不能称之为硬盘了 因为它已经告别那种磁盘式的存储方式了 它用的都是这种non-flash,就是闪存的方式 一台手机和一个电脑想要工作起来 除了内存和闪存之外,还需要其他数据存储的地方吗? 答案是要的 其实还有两个跟数据存储相关的概念 我想绝大部分人可能没有听过 一个就是缓存,另一个是寄存器 寄存器就是Register 学过计算机原理的人应该不会陌生 寄存器应该就是CPU的一部分了 我们知道CPU是包括运算器,控制器,还有寄存器等等 寄存器一直就是在CPU里面的 它是CPU的一个组成部分 主要作用就是保存一些运算的结果和一些运行的状态 缓存的英文叫做Cache 用的最多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跟DRAM对应的SRAM 就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它跟DRAM最大的区别就是SRAM是没有电容的 而DRAM也就是内存是含有电容的 也就是它有一个充放电的过程 所以它的速度就相对于缓存来说要慢 现在缓存都是被集成在CPU里面了 之前它是跟CPU是分开的 缓存的作用是什么呢 缓存是保存了最近一次访问内存的数据 为什么要在CPU和内存之间要增加缓存这样一个东西呢 原因就在于我们都知道CPU的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内存的速率相对就较低 所以之所以要有缓存Cache主要是为了要平衡高速的CPU 和慢速的内存读写不匹配的问题 好的介绍完寄存器和缓存之后 我来快速的过一下内存和闪存吧 那内存就是刚才也介绍过了 就是它是DRAM 那由于它是有电容的问题 所以它相对于缓存来说它的速率是慢的 那手机和电脑用的都是DRAM 但它们是有区别的 我在之前在介绍芯片制造流程的时候 其中一个环节不是封装环节吗 对了 那手机和电脑当中这个DRAM 它们的封装方式就是不同的 而且它们在这个半导体的堆叠的层数上也是不同的 好那最后就是闪存 就是NAND flash NAND flash主要应用在我们目前绝大部分手机的手机存储里面 还有U盘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SID固态硬盘当中 那NAND flash按照工作方式可以分为四种 第一种就是SLC 然后是MLC TLC 和QLC 这四种方式 这四种方式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 那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在单个SELL当中所存储的比特数是不同的 那为了避免枯燥啊 详细的就不跟大家介绍了 那大家只要记住的是 从SLC一直到QLC 它们从寿命、速度和成本上来讲都是由高到低的 所以中格上面的优缺点要达到一个最佳的性价比 所以现在手机或者是固态硬盘当中用的最多的就是MLC和TLC 刚刚我就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寄存器、缓存、内存和闪存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它们之间是如何进行关联 以及跟CPU之间又是如何运作起来的呢 我想大多数人还是一头的雾水啊 那依照本视频的一个惯例 那遇到一些复杂又难以理解的问题的时候 我还是给大家举一个较为形象的例子 便于大家的理解 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的人喜欢举一些 比如说皇帝、大臣、太监这样的例子 那这样也是可以的 但是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办法诠释断电之后他们各自的作用 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更为贴切的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超市的例子 大家可以想象有这样一个超市 超市里面有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商品 有很多不同的货柜去摆放不同的商品 那这个超市就是我们的CPU 而里面这些不同的货柜就是我们的缓存 那我们缓存不是分为一级缓存还有二级缓存等等嘛 那这些不同的货柜就表示不同的缓存 那寄存器就是什么呢 寄存器就相当于我们在超市买单的时候 上面的那个柜台 柜台上也摆放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商品 比如说我们要买一个口香糖啊 我们直接从柜台上去拿一个口香糖 要远比跑到货柜上面找到那个口香糖 再拿回来要快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CPU在处理寄存器当中数据的速度 要快于缓存的原因 那内存又是什么呢 内存大家可以理解为在这个超市之外 离的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型的仓库 这家超商在这个小型仓库当中 保存了一些在货柜上摆不下的一些商品 那闪存和硬盘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据我们这个超市和小型的仓库 非常非常远的一个地方 注意这里一定要足够的远 待会我再解释为什么 足够远的地方的一个商品的一个集散市场 或者是批发市场 那这个批发市场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面积足够的大 它的商品也足够的多 那这个批发市场就是闪存或者是硬盘 通过上面这个例子 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到 对于柜台和超市里面的这个货柜 不同的货柜 它们都是超市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对于寄存器和缓存来说 它们是CPU的一部分 而对于内存和闪存来说 它们都是独立于CPU之外的两块芯片 它们有自己独立的芯片设计 制造还有封装测试的过程 那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公司是专注于 基于ARM去设计处理器 也就是CPU的 那有些公司呢 是专门去设计DRAM和Non-Flash 也就是内存和闪存的原因了 所以说综上所述 我们手机或者是电脑当中的所有的数据 就相当于呢 在超市或者是在小型的仓库 或者是市场当中的这种商品一样 在这些地方不停的在流动中 无论是你比较喜欢的照片或者电影 喜欢玩的这种游戏 还有你在玩游戏当中所运行的这种中间的结果 还有你这种游戏的一些进度的保存 都是存在这四个地方的 而对于CPU来说呢 处理这四个地方商品的速度 最快的显然就是柜台寄存器 其次呢就是货柜也就是缓存 再次就是那个小仓库内存 最后呢就是那个市场 也就是闪存或者是硬盘 那么你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 突然断电该怎么办呢 就是好像是一颗炸弹或者一颗原子弹吧 把这个超市和超市附近的这个小仓库给移为平地 一切商品都化为乌有 但在很远的那个市场商品却完好无损 这就是他们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一旦手机或者是电脑中途断电 寄存器缓存和内存上的数据不会保存 而闪存或者硬盘的数据是保留的 好经过我上面的一个讲解 我想大家对于存储芯片应该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了解了 好那在这里我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的知识点 在之前我在提到闪存也就是non flash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叫做no flash no flash是比nan flash更早的进入市场 它的读取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但它写入的速度却很慢 而且它的价格也非常的贵 所以它逐渐的被nan flash所取代了 那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就是大家知道为什么闪存会叫做nan flash 或者是no flash吗 我想绝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是特别的了解 而且关于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们公司的同事 包括一些做硬件开发和做嵌入式开发的同事 他们也不是那么的清楚为什么叫做nan flash 我想光看我视频的很多的观众 尤其是一些有功课背景的人也未必会很了解 那其实nan flash它并不是一个acronym 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那种首字母的缩写 nan flash它其实是与非的概念 而相对应的non flash是或非的概念 我想学过书店的人应该都不会陌生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起名呢 原因就是两者的区别在于基本单元的堆叠方式是不同的 也就是它的layout和布局是不同的 nan flash采用的是类似于与非门的堆叠方式 no flash采用类似于或非门的堆叠方式 所以它们就是因此而得名的 好那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小知识点送给大家 好那刚刚去打球了 那我们回来之后接着录下一段 刚刚介绍完以上这些存储芯片的基本概念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下哪些公司是在这个领域是业界的佼佼者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谈一下DRM内存吧 全球DRM内存的市场规模大概是每年几百亿的美金 其中呢目前是被韩国的三星、SK海力士 还有美国的美光三家公司所垄断 他们的市占率达到了95%以上 两家韩国的公司和一家美国的公司 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从1992年开始 韩国的三星在DRM的市场就连续二十几年蝉联世界第一 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 它市占率达到了60% 似乎没有人可以撼动它的地位 但是中国的企业也想要进入到这个领域 在我记得应该是2015年的7月份 中国的紫光集团就向全球第三大的DRM厂 也就是美国的美光科技 发出了230亿美金的一个收购邀约 但是最终结果呢 犹如博通收购高通一样吧 最终被喊停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Nandflash的市场 在闪存的市场当中呢 三星依旧是绝对的王者 那紧跟在它后面呢 分别是日本的东芝 还有闪迪 闪迪被西部数据给收购了 其实就是西数了 后面还有英特尔 还有SK海力士 还有美光 基本就是被这6家公司 全球Nandflash市场 被这6家公司所瓜分殆尽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 韩国的企业在半导体存储芯片的领域 无疑是行业的领导者 而其中的佼佼者正是三星 说到三星我们再多提两句吧 那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 提到三星就以为是卖手机的了 那以为三星是靠卖手机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其实不然 手机业务的利润在三星集团里的占比 已经非常非常小了 对于三星来说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闪存 内存还有面板 面板就是屏幕 屏幕椅我们下次再讲 我们都知道 韩国是世界第11大经济体 它的GDP已经超过了1.5万亿美金 其中三星一家公司的收入 就相当于韩国GDP的20% 注意我这里用的是相当于而不是占比 其实三星对于韩国GDP的贡献没有那么高 我希望大家不要被某些媒体误导 但不管怎样 三星对于韩国经济的影响不言可遇 这个收入依旧可观 可见内存闪存面板 对于三星的收入和韩国的经济是多么的重要 而日本也是正式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才对韩国痛下杀招 那关于日韩之争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详细说了 我简单的提一下吧 而日本针对韩国的断更呢 主要分为三种 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一个是浮化的聚先心安 还有就是光刻胶 还有就是浮化氢 那浮化氢呢 主要就是在半导体芯片制造环节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个原料 那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今天介绍的存储类芯片了 那浮化聚先心安呢 是针对面板来说的也就是屏幕 那光刻胶呢 对于两者都是需要的 那有些人就会问了 那我这些原材料我不从日本进口 我从其他地方进口也是一样的 那实际上 那由于这种原材料的变动 其上是对于晶圆芯片 以及对于面板 它生产的良率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所以原则上是不能够轻易变动的 那一旦切换呢 还要经过一些研发投入 和大量的实验和测试 才能够达到以前的良率和产能 那由此可见呢 韩国企业想要在短期内找到替代方案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介绍完了日韩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中国的企业吧 中国虽然不是芯片制造的大国 但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的制造国 那其中绝大部分的芯片却依赖进口 在2018年我国的集成电路的进口额 超过了3000亿美金 其中今天介绍的存储类芯片 就达到了1000亿美金 占比达到三成以上 所以可见 对于内存和闪存来说 中国依旧非常的依赖进口 中国的存储芯片企业 首当其冲的就是紫光集团 刚刚我也提到了 紫光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 不是尝试收购美光 那后来失败了 失败之后呢 就延后了它在DRAM 内存领域的一个开发的一个进度 先行确立了像NetFlash 发展的一个方向 紫光旗下的长江存储 就是专门做NetFlash 也就是闪存的 这里面我要提一下 相比内存而言 闪存它的技术门槛相对较低 所以对于一个企业 想要进入这个存储芯片领域发展的话 那闪存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那紫光在尝试收购美光失败之后呢 直到今年也是2019年6月30号 宣布成立了一个DRAM事业群 并由高企全担任事业群的CEO 他有台湾存储教父之称 除了国家队紫光集团之外 那生产内存的企业 中国还有合肥的长芯 和福建的进华等等啊 那关于这些企业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 就没有办法展开给大家继续介绍了 那大家只需要记住的是 由于内存它的门槛相对较高 所以呢 中国的企业跟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仍有很大的差距 其次就是闪存 那国内发展存储类芯片 优先发展的就是闪存 虽然闪存在行业的产值不如内存 但是它的技术门槛也略低 所以相对于内存 闪存的状况稍好 2019年的9月 也就是这个月 紫光集团旗下的长江存储 刚刚宣布公司已经开始量产了 基于X-Taking技术的3D NetFlash的闪存 那我们都知道啊 在韩国目前最先进的闪存制造商 已经可以生产96层的3D NetFlash了 那与此同时呢 长江存储也宣布 它将在2020年也就是明年的时间 它跳过96层 直接生产128层的3D NetFlash 要实现一次弯道超车 那具体结果怎样 那我们拭目以待吧 当然它的良率和产能也需要市场的检验 好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吧 今天的视频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包括寄存器 缓存 内存 还有闪存等等 存储的概念 以及当今在存储芯片领域的市场现状 中国在存储芯片领域与世界先进的企业仍有不小的差距 正是差距才能够找到问题 正是问题才能够迎头赶上 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告别缺芯少屏的现状 芯片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 关于屏幕我们下期视频再说吧 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做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